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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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的到来 为小耳朵们送去了温暖 现 承邀 三位成为小战的外聘主播 转正了 诚挚地邀请三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多多回我们的小战做客 科伯主 核老师 电监吗 什么 王敏是电监吗 不是电监 他那个叫砍监 我见过电监 也见过砍尖 但是没有见过 又是砍尖又砍尖 又见又砍尖 今天早上 小马看着那个小景的衣服说 我就穿不了这种衣服 自从我练健身以后 穿不了你们这种衣服 我原来 来吧 薄贤 到你了 你坐这儿来长寿一会儿 上班了 接力了 薄贤 来 我消失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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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解释一下 主要是因为你们瘦 你知道吧 就身材什么都很好 我现在起来了以后 穿着就显得很像 什么起来了 说清楚不要那么溜走 什么起来了 就是肌肉肌肉纤维以后 小景是没有吗 还是小董是没有 不是 就他因为 不是他因为他个子高 你知道吧 我这 我穿这个衣服又在就显得很 你知道吧 就是 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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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o rude 的 就是 就很很 就是因为他 你是觉得哥没点东西 不是不是 哈哈哈 你碰一碰 有有有有有 这就是个子高 你知道因为我 因为你知道他的这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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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什么呀 这么早 那有人要来了吧 请注意 请请各个 为为主主播播门门准备 准备备备好好 双双份份的的咔咔 飞飞水水果果 快快乐乐等等代代 吃早饭的意思 哦 双份 来俩人 是吗 来了吗 没有 他说了说请各位主播 要准备好 什么双份的水果 什么咖啡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们各自的 CP来了 杰哥和小姨 搞笑女杨子 来接她的搞笑男 反正我猜的是一对 也有可能是 袁洋姨和张志玲 哦 对 蔡少芬和张晋 是不是 李承轩和七威 对都有可能 一对 因为都要双份了吗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估计人了 有一点尴尬 对韩轩有一些尴尬 我们可以说风景挺好 风景挺好 突然空气好安静 天挺好 空气也好 好像过年走亲戚的感觉 是吗 你咱也没带东西 一桌是不是 双双份份来了 是谁呢 袁洋姨和张志玲 谷天乐和李若桃 有人吗 谷天乐和李若桃 许致生 何广志 天乐和李若桃 天乐和李若桃 欢迎 你好 欢迎 不好意思 开心了 你好 你好 久不见 久不见 你好 久不见 你好 景伯然 董子剑 马伯千 这是那个托国秀大王 很喜欢他 我跟你说 你们来之前 他说 他说他们 我没有演出了 因为我火 所以我没有 那些不火 就在那边演出 像徐之善 何广志他们 没有 他这不是来了吗 主要那些 也没人愿意看 免格的演出了 没有 不认识 攻击 因为刚才有预告 说是双双对对 你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 真的 我们没有人往这方面 没有人跟我们讲 我们猜的是什么 他说是一对 我说他是不是袁洋姨和 张志玲 欢迎来我们的广播小站 行 我们一来就赶上饭点 你不要 挑饭点来的 坐 谢谢 咱俩怎么来的 连筷子都不会自己拿 一来就吃 王敏 你是主人了 你招待一下大家吗 坐在那儿 我今天又成主人了 刚才我还让我走呢 我现在又成主人了 来 大家吃好喝好喝的 这真的 但这要进来之后 第一个就指的王敏说 我很喜欢你 你都没注意 这是那个脱禾秀大王 很喜欢他 你要这么说 我就是追溯我的微博了 其实我们在四年前见过 我还特意发了一条微博 四年前 对 当时你们俩来我们公司录节目 《冒犯家族》 然后我在幕后做编剧 对 然后当时你们的本子 我参与创作了 参与创作我的天 我还记得 你们唱一首歌 《好好笑》 对 好像是我在台上唱过歌 对 当时 对 17年12月19号 看到TWINS本人以后 就知道自己活着 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那种 你找到了此生的择偶标准 但是知道自己这辈子 也找不到的感觉 真的 当时发了微博 免格念完那个微博 我觉得那个地瓜 都有点油了 我在这 我都十秒一句了 你现在可真是灯火呀 你这么说话真是 那你今天演示得很好 你看起来很稳定 我不发现 永差了 我更高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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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毕竟现在也是火锅的人 要装作淡静一点 你对他们两个有印象吗 这脱口秀 看了的 我有看过 有见过 他们俩居然现在也是CP 他们俩一个是脱口秀花瓶 一个是带刺的玫瑰 你觉得谁是带刺的玫瑰 谁是脱口秀花瓶 她是带刺的玫瑰 她是带刺的玫瑰 为什么 应该这有个刺是吗 不行 我还要整一个这个质 我还要整 她是带刺的玫瑰 实质上是花瓶 质 质胜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就很想弄一下你那个刘海 太多人了 是不是 现在是个收费项目了 已经 你会不会觉得靠这个来加深记忆力其实不好 对 但它叫不了 就是我之前剪 把它剪掉过 然后长出来又是这个样子 这不是发型师专门帮你弄的 没有一个发型师会想到把这个弄成这样 如果你把头发都往这边输是不是就没有了 都往这边输的话 这边就 就有一个 我可能适合这种发型 我可能适合 最后是个三宝 鬼斧神功的自然力量 干你活 干你活 而且这剩你看她的眼睛 单看非常好看 单看 单看 甚至都不能一对看 那么何老师 为你出在哪儿的了 那为你究竟出在哪儿的了 单看 单看 因为大家现在要我不要尬夸 我觉得非常真实的 不要尬夸 但也不能又夸 你觉得 徐真是像陆寒吗 哎呀 不是 陆寒 男的眼睛单看也很好看 你没认识 对 你和小景的眼睛哪个好看 还有那个小董 你们三个选一个眼睛最好看的 这个选择全在我这儿吧 对 对 我的天啊 他刚才那个表情先要吐了 你还真选啊 但是他俩都没法单看眼睛 就是他俩整体上都太好看了 所以单看还是你好看对吧 那抠出来比一比吧 第一次知道比一眼睛就抠出来比一比 你还要有任务了吗 结合 兄弟们 线索一线索二 其实这个有点复杂 恭喜各位成功解锁户外广播 户外 第一次从来没有过 可是户外广播会不会更难呢 难 因为散 本期的广播主题为互动广播会 所有人回答所有人 世间所示万千用陪伴传递温暖 让我们一起面对面倾听小耳朵们 面对面的 本次户外广播将分成两组进行 并采取接力广播的形式 何站长和纳主播将各自带领一队 完成户外广播 小站给主播们提供了两个地点的磁带声音线索 请两队根据一号二号磁带的声音线索来猜测地点 每个地点都有相应的广播特别活动 主播们完成地点选择后拆开对应数字的信封 准备广播特别活动 为晚上的直播助力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声音线索还不能看 不能听 因为我们先要分队 现在大家愿意在何站长那边的 请站过去 你想在哪个队 小姐 你先了吧 一定不会让你如愿 好 我们先回客厅分队 我觉得首先从今天来的这四位 我们新的主播开始分 TWINS和脱口秀的《花瓶与玫瑰》 你们有CP的名字吗 有 我能听一下吗 以致取胜 以什么 以致取胜 我的普通话已经这么唱了吗 需要这么多成话一样 再说 再说还有什么 广岛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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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因为我们在越狐就怪 你叫越狐之恋吧 这不行 不激烈 咱们越来越狐 你当时挺在意这个东西 你当时挺敏感 首先一对一对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 这样 他们两个出一个节目 他们两个出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两个蔡丁可 可以 好 对 咱俩跳 你还会跳吗 我还会跳 我的天哪 有才艺 要什么音乐 要什么音乐 不 不用音乐 我干跳 我的天哪 因为我俩的节奏没有音乐 能搭配合 接下来 有请《乐狐之恋》组合 为大家带来无伴奏舞蹈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然后 哇 这不真的 哇 这不真的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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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广智可以 不不不 你 完美啊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你们是为什么排的这一段呢 为了我们自己的节目 然后当时跳完之后 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我能问一下 比现在激烈一点 我们的问题 我们补一下 来 补一下反应 这是我们演过最垮的一场了 别耍大牌 你们说三二一 我们就欢呼 来 我的天 三二一 好 第二个要什么反应 晕倒的那个 可以 可以 不是 几位老师的才艺 这才艺都太好了 辛苦各位老师了 辛苦 好 这是我们乐狐之恋的精彩表演 好 下面我们掌声欢迎TWINS 来了 我们就唱一段吧 就是跟主儿的新歌 容我撒娇 对 我们还没有唱过LIFE 哇 好听 他都还没唱 对 对 对 在我身边有个冒失天才 常常发呆 很唱着回忆你的时代 很多人期待 你却一直在 一路就过来 有一路就过来 随风扬起尘埃 曾经过释怀 曾经过释怀 今天洒脱自在 今天洒脱自在 好听 好听 这下男选了 猴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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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之猴狸之间 狸之间狸 我心中已经有我想要选 我也有我选选的 我只希望我能够赢 来 准备 我一定要赢 选择我中一个局 来 一 二 一 一 三 夸夸 我为什么输 我不会跟我想选的组合 试之交臂吧 你告诉我你想选谁 我心中想选的 你先说 希望你不会把我想要选的组合选择 我选择 太好了 没问题 是 这好厉害 差点就被我老子拴弄了 遗憾遗憾 差点过 我们好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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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姐 我们一起排这个膜 快点一起 准备 准备 三 二 一 起 准备 很急 这多厉害 起到这儿难过 这是复健操吗 这这 这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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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三个 哇 娜娜一个人盘活了这场表演 为什么有一天我要跟他们合照一个 接下来就是你和小敏 现在有一个可能 姓氏小敏肯定非常想跟TWINS在一组 我也觉得是这样 要不就 你就成全我吧 那这是必须的 但问题是这就是你的同事 什么东西在这 那我就太懂你了吗 明白了 当然明白了 免哥你离我远一点 这样这么快就碰起 你犹豫一下 咱们得演个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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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变成他们两个在选 什么都不行 你们两个选来个才艺 我们来选 想好了吗什么才艺 我可以表演 三十秒之内把这两瓶喝完 真的假的 我跟你是一样的才艺 怎么样 就三十秒倒计时看谁把这个喝完是吗 对 两瓶 这样这样这样 因为我们康师傅青梅绿茶 我们也非常珍贵 你们俩就一人一瓶 看谁先喝完 好 这个才艺我俩也行 行 原来才艺可以这么简单 我俩在这 嘎嘎嘎他俩喝瓶 来准备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好厉害 哦 王冕这么厉害 两个你是不是又是蛋车卡 是不是 哇哇哇哇哇 他喝完了 谢谢 哎呀呀什么鬼 他们俩好像有聊好什么东西 他真的是实力强 真的是能喝得比较快 是我可以选了吗 我自己觉得马不谦有放水 取消你们的资格 由我们俩来决定 白啊 我们依然是石头剪刀布好不好 赢的人先选好不好 来 别紧张 别紧张 喜欢谁他俩 娜姐 不要让我们分开 娜姐 快让我们分开 好来 石头剪刀 布 布 我要王脸 好 谢谢柯老师 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 嗯 跟大姐在一起跳舞 开心的 面好啊 马哥 来吧 团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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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来 来 三二一 开始 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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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一个就跳一次过来 还奇怪了 靠上 快 来 现在没被选择 那压力很大 二位会跳这舞了吗 总有一个 待会儿是要跟我们一起跳的 二位比三 可以绕口链 可以是诗歌 也可以是歌曲 两个人 两个人 要不这样 你们各自在这跳一段 我们两个就翻跟头了 看谁快行吗 翻跟头 钱鬼分 打个样 真的是拼了 这个舞没那么难跳 你们也不用 也不用这样 也不用配那么大声 比如说就是 跟头说 灰发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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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回 谁那个先回去之后 谁就是获胜 好来 这个好心酸 来 准备 你们出发之前 你们最想在哪个队 先说一句 我想去 何老师懂你了 何老师懂你了 懂了 懂了 他代表了我 好 来吧 准备 好 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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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灰摊 灰超 灰发 灰飞 好痛 好棒啊 好厉害啊 好疼啊 哇 这个妹 是谁先 是谁先 因为是这样的 你们俩特别厉害 你们俩同时到达 所以我们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真的是同时到达 对 对 今天我要创造奇迹三连胜 这把我其实说实话 赢了压力还大 因为这俩我都喜欢 到时候只能征求 你们三位的意见 不是 我也喜欢 我两位也都喜欢 是不是 但是我就是最想 让谁更难过 接着就是 我赢了以后 就把人家的命运 拿捏在手上的感觉 你知道吗 看清这两位的脸 一分钟以后 将和我们一起共舞 摸一下动作 在这两个人 好紧张 这真的紧张了 这下真的紧张了 好 来 石头剪刀布 这回选择全在咱们手上了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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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 我们就听那个 就是选了谁 他会更难过 都挺难过 但是都挺难过 好紧张 好紧张 广志和那个智事来决定一下 我俩都行 我觉得应该对景博然老师 造成伤害更大一点 选他就好 就把人家的命运拿捏在手上 就把人家的命运拿捏在手上 挺广志的 这造成伤害 把伤害造成最大 我们就给他了 好 一二三 选择的是 景博然老师 景博然老师 起来跳舞了 跳舞了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 跪着了 起来跳舞了 太可怜了吧 没有时间跪着了 让景博吸内吧 他的中间 好 景博 预备开始 我爱吗 过来 过来 来 靠着 靠一块 算了 生无可怜 我真是太不争气了 对不起 我开始不是这么想的 我很难过的是 我刚才居然跟上了 我真的很难过 居然跟上了 而且还是C位 非常的耻辱 哎呀 斗死了 我们现在听一下声音线索 然后选地方吧 好不好 徐志胜 他简直是百年一月的搞笑奇才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温号 挺容易就被他带偏了 这是在脱口秀大会上面 是不是跟脱口秀有关 跟脱口秀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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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跟脱口秀有关 听一下声音线索二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你们的小钱主播 马上就要放下 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快的讲解 那在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天呢 小钱主播 先给大家先进去 出面 这是那个女心理师的吗 对 这是女心理师的 这是广播 校园应该是 感觉一个是剧场 一个是校园 对吧 我觉得你们去学校 我们去那个脱口秀 刚刚他俩去学校 怕吓着同学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各自领信封 脱口秀是一门 多角度思考的语言表演形式 希望能给你们的所有人回答 所有人广播 带来一些灵感来源 特别活动建议 T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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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S就是小技巧的意思 谢谢你 选择脱口秀剧场的主播们 今晚的广播将加入特别环节 每位主播有五分钟的表演时间 表演形式不限 题材不限 主播们可SOLO 也可搭档演出 唯一的要求就是 逗笑现场观众 请在直播前认真准备好你们的演出内容 咋这个我 咋这个我 不是白练的 好 再听一下我们这个好不好 来 小董跟我们分享一下 广播地址 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体育馆二楼 这个是我的中学 我母校 初中高中吗 我初中高中都在那 师大附中 太好了 我好久没回学校了 今晚的广播将加入打破不开心计划 主播们在今晚的直播中邀请现场观众 在气球上写下自己的不开心 并打破气球释放情绪 希望通过这场互动广播活动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传选真实的情感 年少不阴谋 怎么你们就项目都已经有了 我们就得 你们还得排 我们就只要做气球就行 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四点钟要出发 现在几点 现在是才一点半 那我们就要拍会儿节目 我们还要准备气球 好 爱痛失紧波然 太惨了 打破气球无聊 多乐趣 我们的主场 是不是 赶紧排节目 我们把这个大的地方留给他们吧 我们准备我们的气球 我们要把所有气球都吹吗 要吧 我们这个天团怎么呢 来 我们要拍节目是吧 我们在哪儿 在这儿 我们是这样的 何老师 我们这边有一个团员就是很消极 怎么说呢 心太崩了 我们有一个团员心太崩了 何老师 心太崩了 他不积极 崩了是不是 一叫三不应 一叫强队机器 来 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可以用鼻孔吹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看 什么 用鼻孔吹 真的假的 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我先给警宝做一个 把你的不开心写在上面 然后我们帮你去把它打破不开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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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错 不不错 心意不甘情不远 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你们来吧 我们先这样 我们先一起出场 就像那种组合一样 那种组合一起喊 是怎么喊的 我也没有搞过组合了 设计干嘛 你们有没有吗 那不就是我们来个纳杰 那个欧美那个 怎么来的 弄不起 我觉得 那好我们是 C S C S 5 C S 5 可以 我觉得C S 5 可以的 我感觉还挺好的 还挺 挺有文化 意境 好 C S 5 让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们组合的那个 团舞 走一下 走一下 来 1 2 3 4 5 6 7 8 2 不不 还是1 2 3 4 不是 不是 换下个动作了吗 下个动作了 我来领一下子 1 2 3 4 是这样的 还有背脚先飞的了 先走了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没想到不然歌已经融进去了 没想到 我可能要重回歌坛了 等着一道云进去 没想到 我有一个小建议可以吗 您说说 还是得有一些声音的节目 因为我们是个广播 所以你们跳舞是可以 但是不能都是这种肢体的 点到了点的 我好想去吃鸡酒 你以为我没有 我们就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吧 聊一聊 然后一个节目 聊一聊一个节目 对 哇 好好吃 感觉他们很忙 我们好鲜 对 好鲜 我们也很忙 我们一直在吃 你们是不是 其实也很久没有去电台做节目了 对吧 对 但我们以前有录很多次广播剧 广播剧 嗯 我们小时候都很爱听 对 小时候有 有一个系列 郭富城 有一个郭富城 对有郭富城是跟彭林 然后梁朝伟是跟杨彩妮 好好听 好好听 整个系列超好听 我还买了 那个小说 它是故事是不是 故事 就有很多集的 那它是那种讲述型的那种 还是就好像电影剪情 不是讲故事 就是对话就是 对话就是 就是你会听到 比如说听到门响 然后就有脚步声 然后他就说你回来了 对 就听到门响 然后 是谁呢 就有人涂黄白 然后分角色 比如他眼神 他眼神 嗯 觉得很有画面 郭富城那个真的太好听 经典 是吧 恋爱二分一 嗯 那叫 恋爱一分一 香港领台 恋爱后一分一 不是我没有那么爱她 又或者她有什么改变 只是 我都没有了结婚的冲动 虽然我在电话里面 可以听到她的声 但是我看不到她笑 我不可以抱着她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就先听到她的声 挺怀念的 嗯 好听是因为她演的 还是她声音好听 两个 而且故事好好听 孙姐很想追下去 因为都是讲爱情的 每天晚上 就会坐在家里 听广播剧 就很有画面 现在这个 主要听广播的人 没有那么多了 嗯 对 又没有坐 计程车 嗯 没有收音机 你们现在好了是不是 好了 我们一起上楼 到楼上去讲一下 台子怎么弄 走 我的天 这个楼梯能坚持这么多人 哦 东西都拿走了 我大概讲一下吧 就会是类似这样的环境 哦 好 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 会有自己的 麦和自己而返 每一句话都是直播出去的 明白 哦对了 你们这里还要负责开场 你们五个要重新分一下 我就在那空台就好了 小景 你要记好啊 好 前面警报你要说一下 我们今天是特别的 面对面的这个广播叫做 所有人回答所有人 还有就是结束的时候 你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还没有结束 一定要告诉大家 不然别听完到六点半走了 好 他好忙 还有 七分钟我们要出发 我们现在商量一下 我们本期的小耳朵数 今天 今天有两个情况 请大家参考 一个 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 是两个小时 但是 今天是周五 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多人 会有自己的安排 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进去了 那我们多少呢 我觉得166或者125 如果咱们身身足一点 咱们就166 那125吧 125 128 128也行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128 我们加个摇来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在两个地方 但我们是一条心 我们的目标 是陪伴所有的小耳朵 度过非常快乐的 周末的两个小时 我们肯定能做到 好 321 加油 加油 Let's go 本节目由 察觉美好的 康师傅青梅绿茶 独家冠名播出 康师傅青梅绿茶 察觉生活小美好 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SOWAPP 赞助播出 兴趣相讨就来搜 有趣有聊 有朋友 和朋友一起发现美好 每周二中午12点 会员抢先看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正片 会员遵享朋友的小美好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会员加更片 等更多精彩内容 都系好安全带 好嘞 安全的温度还行吗 没热好 突然放晴 对呀 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 好适合户外广播 我俩好的又出来了 又回去了 这个真的是 大家好 我急着敢去工作 然后来不及了 拼了一个车 但车上的乘客都好多 好奇怪 我们来团舞 来我们来团舞 一二三 一 最后那个 哇 配合得太好了 哎呀四斤 哎呀妈呀 他拼上也是一个圆 不是 你看那边 放松 好美啊 好放松 有水的城市就是 对 有灵气 这个香江一桥 是第一架连接河西和河东的桥 当年这个桥 当年这个桥的建造的速度 创了历史记录 是因为当时全长沙市的人都来帮忙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家长 当年都修过这个桥 帮忙挑挑石头啊什么的这样子 好动人啊 很动人 会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这个桥一直是长沙的老一辈人的骄傲 这就是我的中学 这高中也太漂亮了吧 非常漂亮 这是我们当时 对我们来讲 都是学校外围的地方了 然后呢 比较老的 你看这是老的教学楼 你看 这就是我的学弟学妹 哇 你看这小女孩多好看真的 哇好大啊 你们的学校都 我学校好少的 对我也是 你带路了 你比较熟 又熟悉又陌生 太酷了吧 好漂亮啊 哇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好不好 这是什么啊 就是打破不开心气球 要这样把它拉抱是吗 对 然后我们一起来 准备 三二一 到了 是吗 是吗 好像是这 这是来过去 我来过 就在附近 就这 到了 等一下你们需要掉个头 从他口子进去 我这掉头得到前面掉 他拐过来能直接进吗 那不会掉两回 这没有因为他这是双黄 他肯定 这个 这儿是掉不了了 嗯 这哪弄掉了 怎么不太远了 那这怎么 这近吗 走过呢 行 这是观众吗 对对对 观众已经进完了 这是认真的吗 五点又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现在几点了 四点五十 就没有时间进去熟悉我们这场地了 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它毕竟是一个直播就是希望可以分方便便便安全 首先设备的是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的地方 五点开始我们两个先上去暖场 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台上进行调试的 也可以跟观众进行一些互动的 时间很紧了 怪我刚刚开车掉了两个头 没有 没有 赶紧再顺一顺 我们把顺序写一下 写一下 写一下 高老师我们先上场了 我争取给你们开场把场开开 好嘞 哈喽 欢迎大家今天下午特出这个时间来到笑麻剧场 那我们这样 让现场的观众帮我们打节拍 一 二 三 可以 可以 你就去调设备 你们就负责跟那个 聊天 聊天 行 可以 接下来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热情的掌声和呐喊声 有请我们朋友请听好 我们今天的主播团 有请 这就帅了 后面这就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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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俩能归足其中吗 没有了 我俩有一天能喝顶摩子 我们等会是直接就开始直播了是吗 那边 应该是这个意思 说实话我现在很懵圈 那个导播是那个到时候会在哪儿 我是看口令什么的 他会用Q来Q你 然后在你的耳法里会听得到 好 那我知道 就是哪个播哪个 你就给我一个口令 我这个要我控制吗 这里我给你打开 小景老师 直播倒计时 十分钟 什么 你们说是景博男帅还是广智帅 广智 还挺幽默 还挺幽默 第四个是偏头 对吗 对 小景老师现在直播还有五分钟 好 我们直播还有五分钟了 朋友们 我们打开场再摄影一下 好 耳机都多戴好 我特别蒙圈 今天比昨天还紧张 说我们是特别直播 然后两季第一次到外景 你 三十秒倒计时 三十秒倒计时了 OK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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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又对位 本节目由察觉美好的 康师傅青梅绿茶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今天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直播 这是我们两季朋友 请听好呢 第一次到外景直播 那今天我是和何老师 各带一队 首先呢 我们颜值报表队 为大家直播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脱口秀的演出场地 叫做笑马剧场 那首先我们要请我们 这个颜值报表队的队员们 给大家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脱口演员徐志胜 在这个团队里 主要就是美面担当 大家好 我是脱口演员何广志 我在这个团队里呢 主要是这个时尚担当 挺住 大家好 我是见习主播马剧谦 然后呢 我在团队里面是笑担当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在团队里面是 女的担当 只有一个女生就是我 哎呀 都说完了 那小姐你是什么担当呀 大家好 我是景伯仁 那我就是尴尬担当吧 既然成团了呢 我们说要给我们所有的 现场的观众呢 跳个成团舞嘛 是不是啊 对 待会我们直播的听众 我们在听直播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跳舞 所以你们听起来会很怪 然后你们就点那个小耳朵好不好 疯狂的点爆点 来尬舞吧 尬舞吧 来尬舞 你要跟观众打 结派是怎么打的 就是 一 二 三 对 对 好 赶紧跳吧 这一手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吉某 吉某 走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吉某 吉某 来 来 最后 那个直播的听众不要害怕 就是一段 眼不见为尽的舞蹈 我最尴尬的事 就是刚刚跳的这支舞 这是我近半年最尴尬的事 还行呀 我都投入了 真的大型翻车现场 咱们今天下午排练的时候 多齐啊 不是 因为他们坏 你知道吗 观众 他们又拍又快 又拍又快 你怪观众 你音乐都没有 你怪别人 你要给你打拍就不错了 好 今天为什么 请那么多的观众来到现场 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的 现场的观众 能够说给这些小耳朵听 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些 我们的听众会打电话进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 有没有我们的听众已经接通了电话 小景第一通电话已经接通了 有了 来 我们请第一位听众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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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打进来了 打进来了 您好 请问我们怎么称呼您 我叫丹丹 丹丹啊 我叫丹丹 丹丹好 丹丹你今天打电话 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吗 和分享的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小困扰吧 我是一夜就留在北京的一个大厂工作 然后差不多七年了吧 我最近呢就是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吧 然后就选择了回老家 我本来想着就是回来就不想再回去了 但是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说 工资又不太高 然后房价就还是要与安多吧 压力一点都不小 以前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是无非是孤独了一点 但是至少我的工资是 就是我是满意的 我能就是干多少拿多少嘛 然后我也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但是就是现在回来了 我就感觉是一地鸡毛 就是没有一件事情让我顺心 就是工作更累 然后工资又更低 我就觉得要是一直现在这个情况下去 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生活了 就是很苦恼吧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要不要再重新回去 嗯 当然你好我是志盛 你好 我想了解您一下 就是您当时做这个回家的决定的时候 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什么 我当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我觉得 这边的城市工作就是压力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也快30了嘛 家里那边也觉得说你还是回家能稍微安定一点 嗯 其实特别能理解你 因为我最近也是刚毕业嘛 也是产生过要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家 因为我当时又已经接触脱口秀了嘛 我当时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 城市是做不了脱口秀的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 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 我通过这个来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嗯 刚知呢 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的 你偶尔怀念一次是情怀 你天天怀念就是你想要逃避嘛 就你的生活一定是在往前推进的嘛 很多事情就是无法逃避的 该来的总会来的 而且是 就是你无论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城市 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你都得面对 反正我现在对于工作 对于生活的态度就是 工作来了我就干 然后干砸了我就道歉 就是 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在哪里都不重要 就是因为你在哪里都会有烦恼 我觉得这个两个是非常好的点 还有小马也要跟你分享 得 瘟滕zt請 Julian you know 我是波欠 我是一个比较结果导向论的人 所以我会去什么 做选择的时候 我把它所有的利和弊 全部都列出来 那哪一个对于你后面 不管是近期 还是远期的发展来说 它哪个 它的可能利大于弊 那就去选那个 不管是哪个选择 然后呢 其实我想要给你的一个建议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看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大城市 那大不了就回去咯 对不对 我觉得不管是在哪 大城市小城市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开心 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在座的观众 可能也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也可以跟你分享分享 南南你好 楚一团好 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是想要自己一份安稳 还是想获得自己 事业上的成就 所以我希望这个决定 还是更慎重一些 谢谢 谢谢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在 一厢打拼 有没有那一下 觉得想要放弃 然后当时的感想什么 来请下一位观众 我觉得他现在 如果回到小城市的话 就需要找一个轻松的 然后没有压力的工作 然后同桌时间来去 给自己多一些社交 去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 因为他毕竟三十岁了嘛 可以啊 就是把拼事业 改为过生活是吗 你三十岁了 自己的工作越找越不行 那就不要考虑这些东西了 你别说了 三十岁咋的 我三十岁 我才刚刚开始 你从大城市 到一个小城市 都发展不下去了 这说明你的梦 已经破灭了 好吧 要接受现实 好啊 我们来听另外一位朋友 反驳他 老师们好 我作为女生 我是希望 女生为什么三十岁就要结婚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拼事业呢 对不对 就我希望 不管是单单 还是我们其他的女生 我们如果有一天 选择回到家乡 一定是因为说 你有更好的工作规划 或者说你的家庭归属感 而不是因为你觉得 我需要结婚了 我为什么需要结婚 我就要回家结婚 或者说我为什么三十岁 就需要结婚呢 对不对 就还是刚才那个理论 我为什么不能凭我的努力 把家人接到我身边来生活 而是我要回到小城市 去过平淡 可能重复 我自己不快乐的生活呢 谢谢 谢谢 还有吗 我来给这位兄弟解释一下吧 工作了七八年以后 咱们决定辞职回老家 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那回到老家之后 肯定要面对问题 跟大学的时候 刚毕业 刚工作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跟丹丹的经历有点像 我也是回到长沙 的确我们的生活 的确是过了安逸了 然后见到父母的评次 次数都变得多了 我们可能更靠近了亲情 但是在工作上 的确是有局限 但是我觉得我 目前 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我觉得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谢谢 那丹丹 听完他们跟你的建议 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个 更加清楚的选择 就是在于你自己 别人真的没有办法 给你很多的 就是说这是正确的路 这个是正确的路 都不太可能 就是说无论咱们在哪 我觉得只要在路上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后希望丹丹 一切顺利 然后能够 做你想做的事情 过你想过的生活 谢谢那姐 谢谢丹丹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好 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 你好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 那姐 你好 怎么称呼您呢 就是我叫云运 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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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云运你好 打电话要有什么 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嗯 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 要不要和我男朋友分手 有听见吗 有听见 想你去说 能听见 因为我觉得它太冷血了 嗯 你讲一下是什么情况 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朋友 可以跟你一起来分析分析 嗯 嗯 好了 就是就是 就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嘛 就是 嗯 我知道我男朋友 他妈妈之前 得了 尿毒症 嗯 他妈妈想让他去做一下 匹配 就如果合适的话 那就让他把 一个剩就捐给他妈妈嘛 可是我男朋友 他连检查都没有答应 然后他就会担心说 哦 如果把剩给妈妈了之后呢 那那他自己可能这辈子就是 嗯 只能好好养着 很难去做一些体力活啊 什么的 他的人生就是 还没有从开始就要结束了嘛 嗯 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 太理智了 理智到就是冷血 嗯 甚至让你有一些失望是吧 对 于于你好 嗯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把你 跟我们讲的这种内心的感受 有跟他聊过呢 有跟他聊过 就是我聊的是他妈妈那一块 但是我没有聊过 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如果去坦白的来跟他说了 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 会存在信任感的问题 毕竟我们在一起 就是也五年了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 谈婚论嫁的那种程度 然后他对我呢 也很好 但有时候就是有一些 就是小的摩擦 可是那是那种 就是很快就会腐软 然后来哄我的人 然后我逃出这个问题 他会不会觉得 是我不够信任他 我现在就是很痛苦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一直有这样一个疙瘩 我觉得对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是的 你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 你需要把你真实的感受告诉他 好的 我们现场有朋友 可以给一些自己的角度吗 那有请 喂 主播团好 然后于玉好 其实我想谈下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医学的一个博士 你好 站在我们医生的这个立场上来看 你现在谈起来只是说换一个圣 但是真的发生在你头上的时候 要面临一些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恐惧 这种恐惧就是在我们看来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同时呢就是不要先入为主的 就是觉得他本身很冷学 因为从你分享的 他对你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照顾来看 他本身也是个非常温柔 非常温暖的人 那么你要想到一个温暖的人 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 他自己内心承受的愧疚和负罪感 肯定对他来说 每天都是一种折磨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 还是要和你的男朋友 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一个谈话 去分享两个人内心的感受 要让他把这些愧疚和自责 慢慢地能够说出来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来 是一位女生 主播团好 我觉得男生他能这么说 是说明他对女生是百分之百的坦诚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好好了解对方 能够理解的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他觉得其实男生 勇于承认自己的一个心理 已经算是一个坦诚 还有吗 我想从另外一个观点 跟这位小姐姐说一下 我的个人猜测 如果是你的男朋友 就是只是做了一个家庭 共同做出的决定而已 所以不能以这个作为说 他冷血的一个理由 而且他目前 他的心理可能现在也是比较脆弱的 更需要你的陪伴 以及你的一个倾诉 因为他最亲密的人就是你了 谢谢 听了我们嘉宾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 讲的所有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定要跟你的男友 开诚不公地去聊你的感受 也许你会有更多的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谢谢娜姐 我们相处这么久 我一直感受到他对我的 都是很温暖 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这个事情而去 就是质疑他 对我的爱 确实应该好好的去跟他说 其实在任何的一段关系里边 在不同阶段 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猜测 对于彼此的 可能真正就是这五年 还是他们两个人自己 只是更清楚整个情感 最好的一个维护方式是什么 就是希望可以彼此坦诚 然后把这个内心的小问号给解决掉 不要轻易说放弃 但是呢也不要把内心的这种猜测 藏起来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只会越来越野 地坑 小景小景 还有五分钟 转和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两分钟 倒计时两分钟 30秒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朋友请听好 谢谢娜娜 小景 小马 以及何广志和徐志胜 刚刚在我们的小马剧场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一小时的直播 那现在我们继续接力 来到的是湖南师大副中 同学们好 好 那么对于我们朋友请听好 对我们的小耳朵来说呢 现在还蛮好奇的 我们现场会有五位主播 以及我们湖南师大副中的同学们 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小和 大家好 我是小董 大家好 我是小焦 大家好 我是阿萨 大家好 我是阿棉 阿你个头 阿棉 我是王棉了 王棉 好 在这里呢 我是看到大家非常亲切 就好像昨天还跟你们 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一样 今天我们主题叫做 面对面广播 所有人回答所有人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主力 也有我们的同学们了 希望大家放轻松好不好 现在是在我们的地方 是不是 好的 这次不一样的是我们不但会 由我们几位主播来跟他沟通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同学们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已经有电话在线上了 喂 您好 喂 您好 久等了 您好 怎么称呼你 何老师吗 这是何老师吗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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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何 哎呦 好开心哦 哎呦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 我是疼疼妈妈 疼疼妈妈 疼疼妈妈 哎呦 本来是好开心 好开心的 但我现在又说了这个事情 又觉得心里又好难过又好困惑的 怎么了 疼疼妈妈妈 嗯 因为我小时候呢 是经常挨打嘛 所以我发誓长大以后就绝对不打孩子 但是前段时间呢 因为一件事情我打了我的宰 所以叫疼疼 疼疼 为什么打疼疼呢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宰那个学校举行捐款的仪式 所以在现金我就给他取了两百块钱 但是他们班主呢 就把那个捐款发到群里面了 我一看我宰只捐了五十块钱 等我宰回来之后呢 我就问他 他说 我两百都捐了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 我忍不住了 就顺手拿那个衣架子就打了他 我就要他面壁思过 他就这样子在那里不动 我本来已经压下去的那个火 又上来了 又往他身上打了几下 打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既然你不愿意站着反省 你就跪着 这次呢 他就直接跪下了 后来我宰就一直和我冷战嘛 结果一个星期前吧 老师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老师就说 我宰现在上课心不在焉 下课无精打采 我说我打了他 老师听完了之后就说 要我去带孩子去看个心理医生 我听到老师的话 我当时就愣住了 现在的小孩子心里是有多脆弱 我们那一代 哪个不都是被爸妈打他的吗 难道现在的小孩子就金贵一些 所以这个事情我非常的困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首先我就不跟你说 打孩子对不对这件事情了 因为打孩子肯定 你就不想成为一个打孩子的家长 你肯定知道 这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我真的不想打他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我觉得是两件事 而是要解决的 第一 是你情绪的控制问题 第一次打呢 是情急之下 第二次是被自己的情绪绑架了 但是你发现了情绪之后 我们怎么去面对和疏导 我觉得这个是 你现在要吸取一个教训 因为你如果打完之后 你觉得无所谓 这个孩子反正我教育的对的 但是你又内疚 那是不是就要跟自己的情绪 进行一些对话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撒谎这个 可能是你们之间 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 对 我就是觉得 他无论拿钱干嘛 都不能用骗人的手段来获取 这是我生气的点 是的 你想想看 他如果什么事都敢跟你说 他肯定不会骗你吧 对 我想问一下腾腾妈妈 你知道他那150花在哪了吗 她说他就是买那些游戏玩具 把它用掉了 你说完这个同学们 就是很大的反响 我不知道是共鸣还是什么 有共鸣 腾腾多大 腾腾提岁了 今年读二年级 很少 我觉得我们同学们可能有一个这个 因为他们离七岁是最近的 好吧 我们看看哪位同学 这边 腾腾妈妈你好 我现在是初二年级了 离你儿子的年龄 应该也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腾腾妈妈刚才说的 我们那一杯是被打大的 这句话我觉得 这是一个旧的教育方式 实在是在进步的 你们那一代的快乐 有些是我们这一代是没有的 而我们这一代有的压力 也是你们那一代是不曾有的 进步的时代 就应该会有新的教育方式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用沟通的手段 沟通可以拉近您跟你儿子的距离 而胞黎会把这个亲子的距离拉远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还是意识到了 因为开始主要是情绪没有控制好 打了他 我也没有调整好状态 跟孩子做好沟通 腾腾妈妈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们把您打您儿子这件事情告诉老师 其实我站在您儿子的角度上 我是不太喜欢您的这个做法的 因为毕竟小朋友 虽然小但是他也是有自尊心的 您告诉老师的话 班上可能就会流传一些 比如就说 就会有东西说 哎呀腾腾你被你妈妈打了呀 然后就可能 如果我是腾腾的话 我不这么说 我心里其实是不好受的 虽然我年纪小 但是我的自尊心也是有的 我不希望把家里 这些家里的事情传到外面去 这对腾腾的自尊心 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伤害 欧阳有空来我们这当一个固定主播吗 哇 哇他讲的真的好 因为老师已经问了 说你的孩子为什么心不在焉 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家长就如实地跟老师说了 是不是我们如果跟老师说的时候 还是要嘱咐一句说 老师这是我跟你之间的沟通 请你不要再告诉别人 对不对 或者家长可以含蓄一点告诉老师 就是我用我的晾衣架接触了她的身体 对 谢谢欧阳 谢谢欧阳 我们掌声给她好不好 掌声给她非常好 那么腾腾妈妈 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朋友的花要送给你 我们从111到120 你要选哪一句 120吧 120好的 我们看看120是一句什么样的美好的话 我们请阿萨来跟你分享 好的 月亮越来越圆 好事也会越来越近 快喝好了你俩 非常温暖 非常温暖 这个好事和你 我觉得亲子关系就是这样的 大多数的时候是很甜蜜 但是也会被很多幸福的琐事烦扰 就像月亮会时缘时缺 我觉得跟孩子的关系呢 也是可能在这种不断的拉扯当中 你们就成为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羁绊 我相信虽然孩子才七岁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妈妈会放下面子来 跟我们这么多人来分享这个故事 他也会很感动的 妈妈是真的爱她的 那肯定的了 今天你挂了电话之后就不由分说 抱住她不撒手 抱到她很尴尬地问妈妈你在干什么 你就跟她说妈妈爱你 谢谢疼的妈妈 祝你跟仔仔的冷战早日结束 好不好 好 谢谢何老师 好吧 谢谢 疼的妈妈再见 我们看看第二通事讲的什么故事 喂你好 哈喽哈喽 何老师好 你好 前一阵子我就检查出来了一堆的小问题 我肯定也想多活几年 所以我就一狠心一咬牙 买了一台跑步机 楼下就来敲门了 说让我别搞出这么大动静 说别影响到她孩子休息 她孩子是高三是吗 高二 我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小琪小琪你楼下的高二的学生找到了 哈喽哈喽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加一个微信 你发三个字 能跑不 哈喽哈喽哈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她习惯了这个声音之后 可能孩子的那个 作业的效率更高 睡眠质量更好 然后以后你不跑她就投诉你 哈喽哈喽哈 我妈妈是在四十一岁啊 然后她是成功考验上了重庆大学 哇 啊 啊你好何老师 啊你好何老师 哎呀你怎么了今天啊 没什么没什么 啊很苍苍啊 好苍苍 我觉得她这种 她这种精神 是非是非常值得人们所赞送的 你要喝点水不 啊 老师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啊 好接着说接着说了 太可爱了 男生在变声期声音叉哑 表示你以后声音会特别的有磁性 就这种感觉好不好 好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朋友 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 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非常开心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叫狮子 狮子 狮子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爸妈觉得他是个坏孩子 就他不想让我跟他玩 但是我又很不舍得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妈怎么觉得他是个坏孩子呢 哪坏啊 我跟他是从小玩得很好的发小 他因为家庭原因 没有继续读大学 就进到社会工作了 我出国继续大学了 但不知道啥时候 我妈她就是听到了 关于这个女生就是不好的传言 就是在KTV打工啊 然后经常夜不归宿这种 就特别担心 我被他带坏 就强烈地要求我不要跟这个朋友继续来往 但是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 我妈妈认为不好的地方 而且我之前就是偶然跟他讲过 我很喜欢滑板 然后他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他就送了我一个滑板 就觉得很感动 很在意我 让我觉得 就觉得这种朋友应该很值得交 但是我爸妈就不这么认为 其实我很想问啊 狮子你从小是不是一个 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一个人 狮子就很容易被人影响 我也是这样子 我妈妈常常影响到我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感受 但是我跟那傻就是很早就出来社会工作 未必是早步入社会的人 就是坏孩子 我觉得其实 什么是好孩子 什么是坏孩子 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一个坏孩子 他提前步入了社会 因为自己家庭原因 然后自己去打工 并不代表他是个坏孩子 因为你想这个朋友 很早出去打工 还能买一个滑板 我觉得这种朋友太可贵了 你要选择他 选对了是幸运 选错了也是经历 我们先听听看同学们的直觉 觉得可以跟这个人继续交朋友的 我们举左手 觉得听爸爸妈妈的建议 不交这个朋友的举右手 三二一 我好像没有看到右手 因为狮子是这样 给你转述一下这个画面 我觉得是几乎所有同学 都是举的左手 但是也必须要说 有的同学举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犹豫 也观察了一下旁边人的 到底在居哪的时候对吧 狮子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位朋友跟妈妈接触过吗 有接触过 但其实不是很深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笃定 这位朋友的人品 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为什么不让他跟阿姨接触一下 因为他俩玩不到一块 其实还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 就是你面对的这个同学 和你妈妈听到的他 其实不是同一个人 现在就是怎么样 这两个人 这两种形象更接近一点 就你也多去了解一下 妈妈听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他自己要在打工的情况下 还要送我礼物 说明他真的在乎我 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回应 这样一份在乎 而不是说因为妈妈担心 他可能会带坏我 或者怎么样 就很简单地拉黑他 或者是平披他 我刚刚看到有个同学 想参与这个讨论 跟我讲讲看你怎么想 狮子姐姐好 我是来自高2124班的何一飞 我觉得对于父母 应不应该管孩子交友的问题 其实我父母对于我来说 是不太管我交友方面的 而且我也认为 应该让孩子有一个 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样等到进入社会以后 他们才不会因为 没有了父母的约束 而跟一些不良的人走上 走在一起 然后走上歧途 先学会自己判断 然后再去参考父母的意见 来做决定 非常好 狮子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狮子 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将来就是还是 我们自己要步入社会 对啊 就去经历 我们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 111到120号 你挑一个数字 111吧 好的 我们请小董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这句话是 给自己足够玩的理由 其实这个玩儿就是 接触世界 体验生活 对不对 那我们祝福我们的狮子好不好 好的 再见 哇 大家都是觉得 这个朋友还是可以交的好 其实太认定了 这个朋友了 但是也能够理解 父母的这个想法 他一听到这些词 也不归宿 KTV他都觉得是高风险的一些词 所以呢 趋于这种避险的这种意识 为什么不交那个 天天带在图书馆的呢 可能妈妈会这么想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再一次感谢大家 晚安 晚安 那么在这里呢 恭喜本期所有call in的观众 获得由康师傅青梅绿茶 提供的美好福利 康师傅青梅绿茶 给你美好加持 察觉更多生活美好 总有一些美好 与你不期而遇 好 何老师 你们学校的学生都好棒啊 我自己说也不太好对吧 但就是这样一个现实情况 我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我跟你讲 这都不是什么挑过的 这是随便就是录制 没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播就播到这了啊 下面我们跟现场所有的 十大福中的同学们 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要做 在来之前 我们每个人呢 其实准备了一个气球 把我们的不开心 写在上面了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 打破我们的不开心 那我们其实今天很贴心的 给所有的同学 给你们也准备了气球和笔 就在各位的凳子底下 好 现在呢 大家吹一下气球 好不好 已经吹好的同学 好好想一想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都可以写在上面 你写的啥 你写的啥 涨不到一百斤 一定会的 凡尔塞 害怕喜欢的漫画完结 我怎么这么好看 真是过分 太酷了 真是好让你苦恼啊 太酷了 生气 来 同学们跟我们喊三二一 我们打破所有的不开心 来 一 二 一 一下子 二 一 二一 二一 二 一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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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雖然我們知道所有的不開心 不會這麼簡單地被打破 但是這一刻 我們還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對不對 再一次真誠地謝謝 我們所有的同學們 再一次祝福大家 能夠實現自己的心願 願所有的不開心都跑開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拜拜 晚安 我們聊工作 聊興趣 朋友有很多好笑的段子 就是在搜找的靈感 你確定是朋友嗎 好吧 那個是我 這麼快 剛分享瞬間就有很多人加入了 嗨 朋友們 雖然 猜猜我去哪兒 楊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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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她嗎 你認識她嗎 還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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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發給你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一來又替我爆得臭了 那公司給你拍拖嗎 那你有没有想过几岁结婚呢 拍摄 冒牌了 拍摄的时候爱上过对手吗 那你有爱上过对方吗 我就是这样爱上我老公的 回家了 就在这儿就当家一样 恋恋家 哦 知道 还能说上海的男人 煮饭很好吃的 但我不是上海人 我上海的男人 很疼老婆的 结果不是上海人 不是吗 不是 还没说上海的男人 很疼老婆呢 其实说上海的男人 我是东北人 嗯 东北很冷 我知道东北人 哈哈哈哈 两天俊 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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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走 让我把话说了 让我把话说了 让我放 一说 啊 好吃 一说 一说 男说大秀 时尚单品 港姐跟坡姐谁是一姐 开始 就给互相搭配 玩来走秀 我觉得这个可以吧 他 厉害了 哦 先把他的腿显短 哈哈哈哈 躲损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现在开始换衣服 哇 哇 这什么来的 这什么来的 悄悄啊 想穿过夜色苞尼亚 我也有 孤单的小尾巴 像雨游过大沙 眺望着灯火 在楼域开花 你别害怕 我会陪你说话 一路走回家 说车站风好大 说喜欢那个她 说奶奶的手 上微博搜索节目 朋友请听好话题页 参与更多精彩互动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关注微博官方账号 朋友请听好官微 get节目超多美好瞬间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特别鸣谢 微博热点 微公益 微博音乐 新浪音乐 微博情感 微博教育 微博职场 微博校园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新闻 新浪新闻 充电新闻Zucker 短视频合作平台 快手 特别合作 好看视频 智行 甜友 达达快送 百兔输入吧 媒体支持 中新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京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包护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腾讯大销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电台支持 FM91.8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FM89.3音乐之声 FM93.8肖香之声 精英九五五电台 FM90.1湖南京广 5G智慧电台 写手105家广播电台 长沙音乐广播 长沙城市之声